當時的柯文哲多少就意識到 這個台字光獨霸市警局監視器的網路傳輸 開出這麼高的費用 那這個部分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是當時我認為當時的柯文哲 一方面他可能心來乍到 二方面可能因為市府整體的預算 一年光預算就1750億 另外還有基金這些加一加又一兩千億 所以他根本沒有把這四五億元的傳輸費用看在眼裡 一直到後來這個台字光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價 你要是認為不對你當初就不要編嘛 那你又同意他編了 那我們跟你講跟你講有這樣的弊端 他有聽進去啊 但是他怎麼還這個任令這個預算編下去 然後才又私下希望說我們去阻擋 這個預約跟台字光的這個網路的傳輸的那個法律那個契約 是在郝龍斌時代就簽了 而且一簽就二十五年 所以雖然在我任內 我一直在想跟他解約 在法律上我們沒有辦法跟他解約 所以當時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盡我最大的力量去監督他 我編的預算是四點六億 為什麼隔一年 換蔣官上來的時候他送到議會的預算是五點五億多了九千萬 今天是他們要去解釋說為什麼你們隔了一年要多編九千萬的預算 他才有後面那個那個什麼又什麼國民黨黨團開會開了老半天 然後最後三個兩千萬變五點三億 所以結論這個約當然就是怪怪的 王世堅說得好 那你既然覺得他有問題 當初為什麼還要編預算呢 對 他說我很想跟他解約 那你會不解約呢 他為什麼沒有納入什麼五大弊案六大弊案呢 他的合約很簡單嘛 他就是因為保底 整個保底每年要簽多少嘛 你就不要叫他簽啊 對啊 你什麼叫他簽 你不要叫他簽也是保底就好了 因為他們所有市政府這個VOT案 後面每年都可以各局處去叫這個台志光簽 其實因為如果警察局一組 今天就不用了 因為警察局這組比較大組 他這組從什麼五點多億變四點多億 還回來五點多億嘛 他要簽到這個就保底了 所以對台志光來說 要簽一個警察局就好了 我如果還需要開那麼多戰場 教育局 什麼環保局 交通局 都去簽這個 沒意義了 所以只要鎖定警察局 這樣就好了 柯文哲你也很窃虧 柯文哲如果你覺得這個有問題 你做起政做八年 對 當時的議員有一個叫黃珊珊 那不是 那不是有一個叫黃珊珊 那不是叫林國城 他都沒意見 他們是議員都沒說話 那個柯文哲 這兩個議員 你怎麼不問他們這些事情 之後 去年 去處理這條 其實民眾黨四個議員 一句話都沒說 一句話都沒說 現在說你要監督 你說你要監督 今天做你右邊的黃國昌來監督 黃國昌不是很會連連看嗎 黃國昌看不出來 這個公司 當時簽名的選 後面的老闆是誰嗎 不知道嗎 黃國昌 跟我來連連看 我這張照理 我們現在來連連看 來這張我照理 這張 太上皇不平等條約 這張我照理 這張就是說 二零一一年 台北市政府 跟台通光簽約的時候 這張來連連看 國朗老師 拜託你直播一下 這張我照理 完全沒有歡迎拷貝 好不好 版權沒有歡迎拷貝 台通光的 當時政府政府叫李慶黃 當時政府叫做育華投資 這最大塊的這個 育華投資後面 都洗高的 就一個不洗高 你告訴我 高高高高 高高 高高高 說是高裕的 林家族的 高高啊 高師伯 這高高 這弟弟 這爸爸 這媽媽 這女兒 五個啊 當然這個說 你現在改名了 現在是這個名字 可是簽約的時候 簽約的時候 簽約的當時 郝龍斌跟人家簽約的當時 這個時間點 就是高家 黃國湯 你問一下高裕仁 問一下高師傅 問一下郝龍斌 問一下 這麼好的機會 今天我告訴你 這都版權沒有歡迎拷貝 好不好 版權沒有歡迎拷貝 你為什麼不想去念這個 在那裡 我們繼續監督 繼續監督 這個案子 其實很清楚 就是簽了一個很奇怪的合約 當時的背景 為什麼是這樣 郝龍斌也要出來說 郝龍斌都不用說 我告訴你 都不用閃 對郝龍斌到柯文哲到講話 都不用閃 對 這些人經過這幾個市長 經過副市長 經過這些議會 這些議員 都沒有講話 也很奇怪 不管誰有多深 什麼是兵戰處 上班 跟我們這裡有一個公司的公關 一個議員走來走去 你的當時是兵戰處 或是你當時的公司的顧問 我告訴你 他搞不好是腳踏兩條船 左手領公務員的薪水 右手領臺志光的錢 對 他的體育金有差嗎 體育金沒有差 歡迎這個臺志光給他的薪水更高 對 所以現在整個 整個官都拋起來之後 現在都去臺志光 對 不然現在陳總文 整個拋起來之後 後面全部都會現行 全部現行之後 朱立倫就要出來說 朱立倫說 這個朱立倫今天有說話 朱立倫說民進黨戰狼 你不要再拿以前的資料 對 因為現在沒有資料了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公司 當然要拿以前的資料 以前的資料這用姓高 這你都沒辦法 這幾個 這個你沒辦法 高高高 那個朱立倫 這個你感冒 這敢冒 這敢冒 看你敢冒 你敢冒 大家看看就知道 你不知道 他不敢敢冒 我不知道他敢冒 當時2011年 就是這個公司在支持台通關 台通關去表這個案 朱立倫你跟我說高家 這個案要簽的時候 從頭到尾 好龍兵都不知道 好龍兵跟人簽名的時候 都不知道 後面這裡姓高 好龍兵你也出來說 說我都不知道他們姓高 我市長不在管這個 這幾十五年 學廟我都不在管 不在管 這別問我 別問我 我也不知道他們後面的老闆 通通姓高 我記得游淑慧曾經出來講 他說二十五年算什麼 政府BOT有五十年的 他覺得不行 但我們回來講 阿川說到一個重點 叫做幾百三冠 因為這個案不是只有陳崇文 而是陳崇文們 這兩天被點名的 包括王馨宜 當然現在還在調查中 到底他涉案多少 我們也搞不清楚 包括四小福 涉案多少 我們也搞不清楚 問題是 既然是幾百三冠 國民黨在今天怎麼可以發假不動 國民黨不是今天發假不動 就是發假不動 你一般都只有假動 然後假不動 就是發了假動 叫大家不能動 那其實 不就叫假不動嗎 不然你們講清楚 什麼發了假動 叫大家不能動 通常假動 就是通知一定要到議會出席會議 如果沒有的話 就要罰錢罰款 但是今天媒體說 他發了假動 叫大家不能出席 所以這是不是假不動 我覺得這個蠻好笑的 發假動叫大家不能出席 通常都是假動叫大家出席 那我就要問你們 你們確實做了一個蠻好笑的事 假動會有一個這個黨團 沒關係 你們確實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 但我知道是他們的說法是說 好幾個議員都不在 不在國內 那就不在了 不要去就好了 還不在國內怎麼辦 然後而且民進黨提了 因為幾個人不在國內 而且民進黨提案 那個要開臨時會的事情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案子 是另外一個 是虐童案 不是這個案 但是這兩個案子在今天都會討論 除了虐童之外 那是我們在猜想 也會討論 那是媒體在討論說如果假動的話 如果是那個 大家要出席會議要開會 一定會觸及到這個案子 可是一開始的是 一點講到這個案子 可是一開始的是講 那個虐童案 不是在講這個 虐童案 如果說這個案子當然很敏感 因為有些議員有涉入 有些議員沒涉入 虐童案也可以去 因為張維遠 昨天晚上下午錄影的時候 說他會去 那當然他一度完 我知道虐童案 有些議員也會想去 他一度完之後收到簡訊說 我不能去 因為剛剛已經發說不可以去 就講不動啊 發了一個講不動啊 張維遠啊 專校 誰告訴他不能去 黨團嗎 當然是黨團啊 我知道有些議員想去 有些議員想去 有些議員不會去 有些議員不在 出國就不在 有些議員出國不在 那沒出國就可以去啊 沒關係啊 其實還臨時會 四月七號就開會 但是你們發的是不准去啊 哪有發不准去啊 你把那個張維遠手機秀出來給大家看 那沒關係沒關係 就像阿川你說的 那公布名單嘛 誰去了嘛 就這麼簡單 沒去就跟社會解釋 我剛好在日本嘛 那為什麼他不去嘛 那到時候我們來公布 到底哪些人去 結果發現國民黨一個都沒去 那每個都出國嗎 對 公而清澈啊 對 然後就跟大家講 他為什麼沒去 先講齁 這個會議不是因為監視器 是講虐童案 那如果說不去 但是監視器的案子 在今年一定會談到 大家也知道 那是大家聯想到說 會談到這個部分 但是大家的重點都在 這個虐童案 那你說要公布名單 我知道王毅超有寫啦 我覺得公布也ok啊 台北市議會的國民黨黨團議員 會怕你公布嗎 因為就像民進黨之前 在中央 普悠瑪出示 叫大家開這個行政院 要開專案會議 他也不開 民進黨用優勢就否決 所以其實中央地方 不同執政在野的角色 現在看到普悠瑪的事情 來 我告訴你 今天開會不是叫這個 蔣萬安 今天去來報告你的同案 不是 今天這個會是要討論說 後禮拜要開一個臨時會 專案報告 台北是什麼 今天是要討論 後禮拜的台北是什麼 後禮拜的台北是什麼 本地如果虐童案 我跟蔣萬安也會報告 可是因為今天如果開會 有人舉手說 不然這條監視器 陳陳萬安也是要 列入討論小幕 我反而跟你不一樣 如果是監視器的案子 他可能就會報告 就專案報告 蔣萬安巴不得討論監視器 如果是 因為監視器這個案子 是好龍斌 柯文哲的共業 我覺得 但是額越 但是講萬安 我跟你講 除了是好龍斌 柯文哲的共業 也是蔣萬安的 那是他的第一個預算案 蔣萬安的北市府 還有他的這個警察局 是不是就把這些偵察 不公開的消息 就讓我們這節目 可以討論 兒孽案發生三個月 我們都不知道消息 這個案子這麼多細節 怎麼樣拍桌 怎麼辱罵的 怎麼樣偵辦的 好像我們就站在警察局那邊 看警察的偵訊一樣 為什麼 這些消息放出來 就讓蔣萬安說 兒孽案脫生 王興宜 他就是因為監視器案 他自己也有涉嫌 有些風聲 所以他現在馬上 會去幫蔣萬安拍馬屁 就是說 我幫你擋掉這個兒孽專案 然後你就希望說 你又不要去辦我的 這樣的一個監視器案 這是為什麼王興宜 要那麼努力的 要擋掉這個臨時會 原來就是心機好重 對 所以說 對蔣萬安來講 如果王毅川說 臨時會 我們現在就只討論監視器案 蔣萬安說 歡迎歡迎 我們北市議會 趕快來去自清 可是王興宜 可能會說不歡迎不歡迎 對 可是如果要討論兒孽案的話 蔣萬安就會發動所有議員 就全部都逃到底 因為對於監視器案來講的話 只有部分的藍營議員設案 可是額虐案會直接影響到 蔣萬安政治聲望 所以因此我覺得這個臨時會 是非常關鍵